第一签零三十六章无论他是谁 我都爱他 血九美好气得到 怕什么 不过 等到了时间 确实不能对你手下留情了 到时候 我们还是战网中打吧 避免收不住手能够成为血神营中的一员 这位上一任血九的战斗意志绝对不差 丝毫没有因为唐武林的实力增强而气馁 反而更激发起了斗志 好 唐武林点头答应了 出了血神营 匆匆来到休息区 很远 唐武林就看到了龙鱼血 他坐在咖啡厅的角落里 手中正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令他惊讶的是 今天的龙鱼血并没有穿军装 上身穿住高龄白毛衣 长发疏拢成一个马尾垂在脑后 显得非常清爽而随意 从侧面 能够看到他焦好的容颜 长长的睫毛轻轻地颤动住 和往日的他相比 少了几分阴气 却多了几分柔美 唐武林快步走到他面前 坐了下来 龙鱼血略微化了点淡妆 令他看上去更增几分名言 来了 嗯 来了 怎么了 唐武林问道 你要喝什么 龙鱼血却达非所问地说道 眼神更是略微有些闪闭 唐武林向服务生要了一杯黑咖啡 他从小就不喜欢喝奶 所以咖啡也不喜欢添加其他的东西 很快 一杯香气浓郁的咖啡就被端到了他面前 有些好奇地看住 今天情绪明显有些不正常的龙鱼血 唐武林却没有再发问 喝了一口香气浓郁的咖啡 温暖略带苦涩的香气传遍全身 舒缓着神经 武林 江五月说 他说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是真的吗 龙鱼血突然抬起头 正视着唐武林问道 唐武林微微一愣 转而笑道 你看 我长得这么帅 有女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怎么了 是啊 他这么优秀 有女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龙鱼血是知道的 在军团中 凡是见过他的女军官 几乎都对他很有好感 是拎着 有畅想的不在少数 只是他十分低调 很少出现在休息区 很少出现在他们面前 才没有给他们更多接触的机会 你很喜欢他吗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龙鱼血问道 唐武林轻轻地点了点头 是啊 我很喜欢他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坦白说 我也说不好 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总会主动和我亲近 那时候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渐渐的 这份亲近就成为了习惯 我们是同学 每天一起修炼 每天都能看到彼此 时间长了 就开始逐渐有了感情 有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开始疏远我了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可每到重要的时候 他却总会出现在我面前 甚至不惜用生命来保护我 那时候我们 都还小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但我却知道 在我的生命中 已经不能没有他 他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可分割 我们之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磨难 我们分开过 我找不到他 可当我面对生死危机的那一刻 他又回到了我身边 用他的身体等在我面前 他很复杂 我看不清 所以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可我却知道一点 他是爱我的 我也是爱他的 这就足够了 无论他是谁 我都爱他 无论他是谁 我都爱他 简单的九个字 从唐武林口中娓娓道来 却庞扶充斥着惊天动地的爱恋 原本龙雨雪心中 还有诸一丝期望 此时此刻 翘脸却变得一片苍白 苍白的吓人 唐武林却像是没看到似的 喝了一口咖啡 我喜欢他的点点滴滴 我只想努力变得更加强大 以后才能更好地保护他 而不是让他来保护我 雨雪 你在听我说吗 啊 嗯 龙雨雪有些艰难地点了点头 唐武林此时才再次问道 你找我什么事呢 龙雨雪用力地摇了摇头 站起身 没 没什么了 我突然想起来 特清楚那边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我先走了 说完 他有些像是逃跑式的飞奔而去 唐武林没有去看他离开的背影 只是默默地低下头 喝着自己手中的黑咖啡 混蛋 你怎么能这么伤害他 突然 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衣领 将他从椅子上拽了起来 看住面前高大雄壮 却愤怒地宛如一头雄尸般的江五月 唐武林的目光却显得异常成澈 就是不希望未来让他受伤 我才要告诉他事实的真相 我没办法影响到他喜欢谁 但我却至少要告诉他 我自己喜欢的是谁 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 你不懂吗 难道 你还想撮后我跟他不成 江五月呆了呆 下意识地松开了抓住唐武林的手 颓然地一屁股 坐在他对面先前龙雨雪坐过的地方 双手抱头 闷闷地道 他喜欢的是你 我知道的 哪怕我都告诉他 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他喜欢的依然是你 唐武林叹息一声 所以我才要让他明白 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长痛不如短痛 江五月挠挠头 苦笑道 抱歉 我刚才太冲动了 只是 我看不得他痛苦的样子 你跟他 真的就一点可能都没有吗 唐武林端起面前的咖啡杯 每个人的心 就像是一个杯子 它的容量终究是有限的 而我的杯子 早已装满 再也撑不下一点一滴了 江五月没好气的道 说得那么文艺干什么 你就说没有不就完了吗 唐武林翻了的白眼 行了 这是你表现的机会 还不赶快去追 跟我在这儿磨记什么 雨雪是好姑娘 你努力把江五月犹豫道 我去追 这好嘛 唐武林无语的道 去追 就有一线机会 不去 一点都没有 去不去 你随便将五月 一脸犹豫地看住他道 好像你很懂似的 难道你以前交过很多女朋友 唐武林身体一僵 反正我有女朋友了 这是天赋 和交往过多少女朋友没关系 好 我去 眼看着江五月 像是要去复兴场 似的站起身 大步离开 唐武林不禁一阵苦笑 就他这样子 想要追上龙鱼雪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喝完杯中咖啡 唐武林的心 却渐渐平静下来 其实 今天再来之前 他就有预感 龙鱼雪 要跟自己说的是什么 心中早已打定主意 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长痛不如短痛 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此时 他心中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 少了几分困扰 站起身 舒活了一下筋骨 附了咖啡的功勋值 走出休息区 没有返回宿舍 而是大步朝住 血神军团营地的最高点走去 凌冽的寒风 在超低温和山风的作用下 吹在身上 就像是冰刀子似的 换了普通人 一时三刻就会被冻僵 而唐武林在这冰天雪地之中 却只是感觉一阵阵清凉传来 说不出的舒服 第1037章 深入通道 大步上了山包 有着血神环的身份证明 军团内部的各种探查装置 自然不会对他有任何反应 眺望着愿望 如果不是担心会发生雪崩 他真想仰天长笑 最近这段时间 可以说是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修为在提升 和谷月娜的感情也在升温 再过一段时间 一定要告诉他 自己不是他的爸爸 而是他的爱人 脑海中回味着他的心香 唐武林不经心头一阵发热 他已经开始有些喜欢上 血神军团的生活了 在这里与世无争 和外界隔绝 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 所有的压力 至少暂时都没有出现在他身上 深渊那边 自从潮汐结束之后 也没有什么动静了 想到深渊 他调转身形 朝着深渊通道的方向看去 那边隐约有淡淡的黑灰色 若隐若现 深渊生物 真是可怕的存在啊 真想再去探查一番那里的情况 击杀深渊生物 对他的修为提升 可是有相当好处的 尤其是现在龙河伴随着 第十层封印破开而进化 他自身修为 也是大幅度增长之后 也让唐武林 对自己信心十足 身为血神军团血九 他是有资格不受任何限制 随时可以进入深渊通道 进行侦查 探测的 是啊 好久没有进入深渊通道 去看看了 深渊潮汐之后 那边应该已经许久 没有动静了吧 不如去看看 想到这里 唐武林心头微动 抬起右手 通过血神环 给血液发送了一条留言 告诉他自己去探查 一番深渊通道 不会过于深入 只是在较外围探查 一番就回来 血液的回复很快就到了 同意了他去探查 但叮嘱他 一定不能过于深入 如果发现 有强大的深渊生物 立刻退回来 唐武林的黄金龙腔很敏感 已经被深渊未面注意到了 虽说现在深渊潮汐结束 那几位强大的深渊地军 因为之前曾经全力使用过能力 受到卫面压制之后 暂时都不会有动静 但还是要小心围上 唐武林飘伸而起 背后双翼张开 滑翔柱直奔深渊通道而去 在比赛战斗过程中 他还没怎么使用过 自己的黄金龙翼 作为隐藏 而在雪山中行径 没有什么比飞行更可靠 快捷的方式了 他力量强悍 山峰对他的影响非常小 远远的 深渊通道入口已经在望 唐武林收敛双翼 直接朝着入口方向落了下去 深渊未面特有的阴郁气息扑面而来 凡是在这里驻扎守卫的 雪神军团战士们 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更换 就是因为怕他们受到 深渊气息的影响 伤害身体 经过几千年的尝试 雪神军团对深渊未面的情况 现在都有着详细的信息库 唐武林的雪神环 就是最好的通行证 他选了一个较大的通道走了进去 里面守卫森严 拼击住雪酒的身份 他才能畅通无阻 一路向前 上次前来还是和龙与雪一起 而且就直接遇到了深渊潮汐 想到龙与雪 他不禁心中暗叹 经过了今天的事情之后 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做朋友了 进入通道 唐武林不敢大意 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龙月豆楷 手持黄金龙枪 他的二字豆楷本来就是戴翅膀的 此时和他的黄金龙翼融为一体后 令唐武林对飞行的控制更加精确 同时一双龙翼的威力也是大增 最近修为提升得太快 令他对自己也是信心十足 黄金龙枪前指 他缓步向内走去 通道宽敞 潜爽 如果不是知道这里是和深渊未面的连接处 真不会感觉到太多的阴森 或许是因为深渊潮汐刚刚结束 唐武林向内走了大约二十分钟 竟然是一只深渊生物都没碰到 看来 深渊未面真的是已经沉寂了 距离下一次深渊潮汐的到来 又是要几十年之后了吧 这样也好 至少血神军团不会承受太大的冲击 一直到唐武林感觉自己大约深入了 和当初龙鱼血走入到的最深距离差不多时 他依旧没有遭遇到深渊生物的攻击 彭芙从来就没有深渊生物出现过似的 不会吧 遇不到 那自己岂不是白来一趟了 停下脚步 唐武林心中出现了几分犹豫 要不要继续向前呢 血一倒是也没说 深入多久就算过度深入了 只是提醒他 如果遭遇强大的深渊生物就尽快退回来 血一对深渊卫面显然要比唐武林熟悉多了 深渊潮汐之后的沉默期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他也没有过多的担心唐武林 既然来了 总要见到深渊生物才是吧 再向内走走看 唐武林握紧黄金龙腔中断 打起精神 继续深入 伴随着继续向前 深渊通道的温度开始有些升高了 通道内 隐隐有光影闪烁 大有几分光怪陆离的感觉 因为精神力已经开始向灵欲镜迈进的原因 唐武林能够明显感觉到 空气中的空间属性元素分子数量在快速增加着 这应该就是通道的感觉吧 果然 这是会横跨卫面的通道 真是神奇 不知道深渊卫面是如何做到的 能够将自己卫面与另一个卫面连接 然后再尝试着去侵略 既然深渊卫面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 斗罗大陆可不可以呢 斗罗大陆现在资源已经开始向匮乏方向发展了 各种矿物 稀有金属经过不断的开采 已经变得越来越少 这也是为什么激进派多次提出 要向星罗大陆和斗陵大陆用兵的原因 其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进行资源掠夺 而当有一天 整个斗罗世界中的资源全部匮乏 又会如何呢 在史莱克学院的时候 他就听老师讲过 现在联邦正在朝着外太空探查方向去发展 根据科学研究 外太空还有驻无数星球 其中必然会有一些星球适合人类生存 并且有资源的 只是 向外太空进军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未来还需要很长时间 才有可能去寻觅另外的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 如果有外面通道的话 就不会那么麻烦了吧 感受着周围空间元素越来越浓郁 唐武林对于深渊外面的好奇 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他下意识地加快了步伐 周围通道的温度开始变得越来越高 通道大小没有什么变化 但空间波动却开始变得越来越剧烈了 而且唐武林能够感觉到的是 这通道似乎是在轻微律动住的 就像是在颤动的血管一般 这种感觉就显得更加奇异了 他下意识地将黄金龙腔插入通道地面 默默地感受 没有任何能量感传来 这意味着通道本身是不具备任何生命能量气息的 这样的通道能不能进行破坏呢 唐武林心中生出了这样的疑问 如果能够破坏深渊通道 那也就不需要再为深渊外面担忧了 回去要问问血液才行 只有真正来到这里 对于深渊通道的理解才会变得更加强烈 虽然还没有看到深渊生物 但唐武林却依旧觉得不需此行了 至少在这里 能让他对空间元素的理解更深刻几分 这深渊通道内空间元素排列的非常奇异 这已经有些涉及世界本源的味道了 也是对他精神力的有效锻炼 继续向前行进 通道中的空间元素 似乎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不再增加了 通道更好像是无穷无尽一般 他一直向前也没有看到尽头 足足行进了一个时辰 唐武林终于停下了脚步 冥冥中 他有种感觉不能再继续向前了 否则的话 似乎会有什么变化发生 真的没有深渊生物啊 他心中不禁有些遗憾 没有深渊生物 他就无法实战 更没办法吞噬对方的力量 但他早已没有了年少时候的冲动 安全第一 古月娜还在等他呢 就到这里吧 第100038章精神增幅 默默地观察了一下四周 空间元素波动还是那么浓郁 周围的深渊通道 已经变成了深邃的橙色 光运引现 这里的温度大概有40度以上 要比外面热得多 温度的变化 也是他现在唯一能够感受到 自己在深入深渊位面的标识了 收敛自己的好奇心 唐武林掉转身形向外走去 这次探查 看起来只能是无疾而终了 正当他刚刚走出几步的时候 突然间 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瞬间传来 他的龙和猛地收缩了一下 然后澎湃的气血波动瞬间涌出 唐武林隐约听到了一声惨叫 下意识的就是一回声 手中黄金龙腔就横扫了出去 一道黑影闪电般暴退 避开了龙腔横扫 落在远处的通道地面上 深渊深雾 唐武林心中充满了惊骇 因为就在前一刻 他还没有丝毫感受到 深渊深雾的存在 以他的精神力和感知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还是龙和的应激反应 才发现了这家伙 而他似乎很怕自己的气血波动 这才被击退的 定睛看去 那黑影看上去竟然像是个人类模样 而且看起来很是眼熟 再仔细看看 唐武林骇然发现 那黑影竟然像是自己 无论是身高还是身材 都差不多 只是通体漆黑 而且还有透明质感 看不清相貌 黑影似乎也在注视着唐武林 他身上没有半点能量气息波动传出 唐武林双眸瞳孔渐渐竖起 窦楷上绽放出一层白金色的光泽 黄金龙枪枪芒吞吐 朝着那黑影一枪刺出 强悍的枪翼在深渊通道内 迸发出刺耳的立笑声 枪芒闪烁之间 白金色光芒横穿通道 直奔那黑影而去 黑影迅速后退 他轻飘飘的 看上去就像是没有半点形体似的 唐武林感觉不到他身上的 任何生命气息和能量波动 但在潜意识中 却明显感觉到他对自己有很强的危险性 枪芒暴射 一条金色巨龙从枪间处钻出 正是金龙升天 瞬间就覆盖了那黑影 但是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当金龙接触到那黑影的沙纳 金龙穿透了他的身体 透体而过 可是 就在穿透他身体的过程中 唐武林这金龙竟然也变成了黑色 化为暗影的模样 围绕着那黑影的身体盘旋起来 这时 唐武林大吃一惊 这究竟是什么存在 用这种方式来化解他的金龙升天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好像是自己的技能被对方吞噬 并且收尾挤用了似的 那黑影抬手朝着唐武林一指 黑色的金龙升天顿时反卷而回 直奔唐武林扑了过来 唐武林心头沉静 越是面临危险的时候 他越能保持冷静 右脚猛地在地面上踏响 轰然巨响之中 八条金龙升空而起 正是金龙汉地 这八条金龙虽然比先前的金龙升天要小 但却数量更多 和那黑色金龙升天瞬间碰撞在一起 黑色的金龙升天周围爆开 化为大片黑雾从天而降 唐武林金龙汉的形成的八条金龙 竟然也被感染了 迅速化为黑色 而且每一条的体积 还在爆开的黑色金龙升天增幅下变大了许多似的 八条黑龙从天而降 直奔唐武林扑来 唐武林瞳孔骤然收缩 体内龙和暴动 金色第三光环光芒大放 一声惊天怒吼响彻在整个深渊通道之中 巨大的金龙头浮现而出 每一根龙须看上去都如同蓝蚓草的模样 血魂融合剂 蓝黄金龙吼 昂 这样的龙音声震荡的整个通道都剧烈的颤抖起来 八条黑龙瞬间破碎 化为黑色气流就要朝出四周一散开来 唐武林手中黄金龙枪虚空刺出 气血之力勃发 黄金龙枪散发出刺目的白赤色光芒在空中一角 顿时将那些黑色气流全都吸射入枪身之内 唐武林立刻就感受到了回馈 正是自己施展金龙升天和金龙汉的所释放出的能量 经过黄金龙枪的过炉重新回到自己体内 而远处那黑影收到蓝黄金龙吼的震慑 身体似乎出现了短暂的僵直 唐武林毫不犹豫地就将手中黄金龙枪抛射了出去 与此同时 无数蓝银草从他身上释放而出 向对方席卷而去 在发出蓝黄金龙吼的那一瞬 唐武林就感受到 那黑影虽然能够吞噬他的能量形态技能 但似乎对于蓝银黄释放出的生命气息十分畏惧 所以那变大的金龙汉帝也没能抵抗 就被蓝黄金龙吼摧毁了 既然他怕生命能量 那么蓝银黄无疑是最好的攻击方式 眼看黄金龙枪的到来 那黑影掉头就要跑 但毕竟受到了蓝黄金龙吼的影响 终究还是没能快得过唐武林的黄金龙枪 黄金龙枪从他身上移透而过 但在朝着远方飞出的过程中 那黑影似乎发出一声 来自于灵魂之中的惨叫 整个黑影都被黄金龙枪吸附而入 彻底的消失了 唐武林收回蓝银黄 伸手一招 黄金龙枪重新回到掌握之中 但在下一刻 他就瞪大了眼睛 这时 他悍然感觉到 一股纯净的能量冲入自己体内 但却不是融合融合 也不是融入魂合之中 而是直接冲入大脑 进入精神之海 令唐武林有种精神被洗涤一般的感觉 对于深渊通道中的空间元素感应 明显又增强了一分 精神增幅 这还是他通过黄金龙枪吸取来的能量之中 第一次出现能够增幅精神力的情况 而且还不是那种暂时的增强 而是永久性的 这实在是太让人惊喜了 最难修炼的就是精神力啊 他每天坚持修炼子级魔童 但随着精神力本源的强大 现在修炼速度已经是越来越慢了 而刚刚这一下 至少就顶得上他一个月修炼自己魔童积累的精神力了 这样的好事足以给人惊喜 这困扰了血神军团多年的深渊生物 还真是 大补啊 想到这里 唐武林的表情不禁变得古怪起来 真想去深渊未免看看 如果自己实力足够的话 说不定在深渊未免多待一段时间 自己的修为还能有很大程度的突破也说不定 至少 积累的气血之力 就能让自己未来有更多的机会 去冲击金龙王后面封印 最近他一直在熟悉自己提升之后的身体 越是熟悉 也越是让他认识到金龙王后九层封印 能够提供的能量有多么庞大 仅仅是第十层封印的突破 就足以和前九层加起来相比 而后面的封印之中 储存的能量只会更多 但吸收这些封印的同时 也意味着 他要面对严峻的考验 一旦他身体承受不住 那就有大问题 深渊未免的众多深渊生物吸收起来 效果绝对不比天才地宝来得差 而且还大有几分无穷无尽的味道 精神力的提升 让唐武林心头一阵火热 就有些忍不住想要继续深入了 第1000-039章 附体膜 但他性格经过这么多年的膜练 绝对可以用沉稳来形容 一咬舌尖 刺痛让他清醒几分 毅然决然地向通道外走去 今天发现的这个情况 要赶快去汇报向血医 刚刚这种深渊生物固然大补 但也带给自己不小的威胁 继续深入 谁知道还会遇到 怎样奇葩的深渊生物呢 安全第一 回程唐武林就开始加速了 只用了来时三分之一不到的时间 他就出了深渊通道入口 重新返回到血神营之中 回来了 他自然也就松了口气 凝神内侍 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 再审视精神之海 果然 精神之海又变强了几分 对于外界元素的感应 也明显增强了 按照这个速度修炼下去 用不了太长时间 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进入到灵狱镜层次的 灵狱镜境界 精神力就能够成为魂师真正的战力提升了 而且足以让他一直修炼到极限 斗罗都没问题 据说 只有真正的神底 以及极少数的半神 才能进入到最终的神渊镜层次 对唐武林来说 神渊镜就已经是镜中水月了 不是他现在需要考虑的 至少在他目前已知的极限斗罗之中 就没有一位能够进入神渊镜层次的 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不敢真正去冲击神底层次的原因之一 血一 我回来了 你有时间吗 我有一些发现 过来把联系过血一之后 唐武林直接来到血神营大厅等候 时间不长 血一从自己的房间中出来 发现了什么 血一开门见山的问道 唐武林将自己此行的见闻说了一遍 听了他的讲述 血一脸上的表情飞速出现了变化 你是说 你的黄金龙腔连附体膜也能吞噬 附体膜 就是那个黑影吗 唐武 林好奇地问道 血一的表情分明有些激动啊 难道那附体膜很强不成 血一深深地看住他 足足半晌之后 才沉声说道 或许 你真的是上天派来解决深渊未免难题的人吧 这真是太好了 你可知道 当年深渊未免降临 这附体膜曾经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灾难啊 唐武林一脸的茫然 他只是隐约觉得 自己似乎完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似的 血一眼中闪过一抹悲痛 附体膜在深渊未免中 占据住第七层 是最强大的几种深渊生物之一 它们本身并没有太强的战斗力 更是以精神体形式存在的 但是 附体膜却有一种对于我们来说 简直就是灾难一般的天赋能力 那就是 附体 附体膜是 精神形态的存在 如何诞生 无人可知 附体膜本身因为没有生命本源和能量存在 又极其善于隐藏 所以很难会被发现 一旦发现不对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被他附身了 说到这里 这位无情斗罗亭 顿了一下后 才继续到 一旦被附体膜附身 那么 就会被他所控制 灵欲镜以下精神修为者 无从抵挡 就算是灵欲镜的实力 也要受到巨大影响 需要全力抗争 才有可能挣脱出来 而在和他抗争的这个过程中 自身很难移动 六千多年前 我们与深渊未免的第一次大战之中 就是因为不了解附体膜的特性 被他们附体了数十位强者 以至于数位极限 斗罗强者莫名其妙地就被对方击杀了 更有大量的封号斗罗临阵倒戈 否则的话 我们怎会损失如此惨重 那一战 几乎让整个大陆近半精英陨落 直到后来 很多年以后 经过与深渊未免的不断抗争 我们才渐渐发现 附体膜比较惧怕生命能量 只有身上携带一种极为罕见的生命水晶 才能不惧怕被他们附体 但那时候 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惨痛的代价了 而附体膜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 他们根本是杀不死的 无论是物理攻击还是精神 能量攻击都会被他们所感染控制 尤其是能量外方类型的攻击 只会成为他们力量的一部分 就是你当时遇到的情况 真没想到 你既然能够真正地杀死他们 这简直是太好了 唐武林廷的目瞪口呆 没想到这附体膜之强 似乎还在黑黄之上啊 内黄和黑黄毕竟还是有形态的 平级实力还能战胜 可这附体膜的情况就不同了 之前他在和附体膜战斗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 有种使不出力的感觉 就算是拥有生命能量的蓝银黄 很可能也只能逼退对方 却不能将其杀死 还是最终黄金龙腔的威能 才将其潜掉 血液继续道 幸好 附体膜虽然本身极其恐怖 但它们存在的数量却是相当有限的 而且 根据我们多年的研究能够得出结论 附体膜一生之中只能附体三次 所以 它们不会轻易选择附体对象 一旦附体成功之后 就会逐渐彻底地控制被附体的存在 将其所有能力转化为自身的能力 同时还具备附体膜自己的特殊能力 你的运气很好 遇到的这一支应该是还没有附体过的附体膜 如果是那些已经附体过我们人类的附体膜 本身战斗力也很强横的情况下 就没那么容易对付了 所以 无形的附体膜固然可怕 有形体的附体膜会更加可怕 唐武林倒吸一口凉气 这种附体膜的天赋能力 实在是太可怕了 血液目光灼灼地看住唐武林 附体膜的总数量不会超过36个 只有死去一个才会诞生一个 但我们却并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下会死去 至少在战场上 我们从来都没有杀死过任何一头附体膜 你今天创造了历史 而且 还是杀死的一支新生附体膜 意味着附体膜的总数量就只剩下35个了 这绝对是大功一件 我会给你寝宫的唐武林看了看自己的血神环 可是 血神环上并没有显示功勋有什么变化啊 血液苦笑道 那是因为 附体膜从来都没有被杀死过 自然不在系统之中 而现在 可以把它加进去了 专门为你加进去 当然 因为你之前如此之快提升到少将军衔 欠了许多功勋 所以 这些功勋就作为之前的补欠把唐武林嘴角抽出了一下 还有这样的 原来击败血九提升上来的军衔还不是白来的 事实正是如此 像血九自己 他积累的功勋是大孝级别 所以 在被唐武林击败之后 就恢复到大孝 如果他本来功勋就已经是少将层次了 那么 就算是被唐武林抢了血九的称号 他也还依旧是少将 而从大孝到少将军衔的跳跃 需要的功勋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这件事非常重要 我要团长去说一下 你暂时不要去深渊通道了 击杀一只附体膜 一定会惊动深渊未面 如果再去的话 我会跟你一起去 但不是现在 我们需要更多的准备 你也需要更多的提升在血液热切的眼神中 唐武林走了 写一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 从唐武林身上 他看到的希望已经越来越多了 真正杀死的深渊生物 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这个过程就算十分漫长 但至少看到了希望 血神军团几时代人的努力 终于有了曙光的出现 如果可能 谁愿意在这苦寒之地啊 而深渊未面 这个巨大的威胁不解决 早晚有一天会化为定时炸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唐武林每天参加比赛 一天魂试战 一天机甲战 剩余的时间都在锻造和修炼中度过 每天都过得十分充实 龙于雪再也没有来找过他 就算是他在锻造的时候 也没有见过他 不知道是个怎样的状态 第一千零四十章六十八号 冷静一下也好 唐武林也没有再去联系他 既然已经拒绝了人家 就不要再撩拨了 但他发自内心的 还是挺希望和龙于雪做朋友的 他很欣赏龙于雪的性格 哪是个善良的好姑娘 也不知道江五月能不能得手 唐武林以大热门的身份 小组第一出现 进入到魂尸战的前十六名 而机甲站这边 就相对来说要艰难一些了 能够进入循环赛阶段的 每一位机甲师都有着超强的操控 但在这些艰难的战斗中 唐武林的技巧也是在不断地提升 两种比赛的磨练 让他对自身的控制也越来越熟悉了 终于算是逐渐掌握了 突破金龙王第十层封印之后的自身力量 当然 想要完美应用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行 今天 是机甲站小组赛的最后一战 唐武林已经确保出现了 而今天这一战 是和另一位小组中 也同样保持全胜的对手交手 因此 这也是争夺小组投名的一战 唐武林的机甲手持长枪 屹立在比赛场地之中 对面 他的对手 编号68号 和他的66号十分相近 手中武器竟然也是长枪 如果不是头顶编号不同 在比赛中看起来 他们简直就像是一模一样的存在 这一场比赛的胜负 不会影响到他们进入最终的16强 但却会影响到 他们在16强中面对的对手 小组第一 在最终淘汰赛的第一场面对的 一定是其他小组的第二名 而小组第二面对的 自然就是其他小组的第一名 所以 从某种意义来说 这个比赛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对于唐武林来说 他并不关心这些 他只是珍惜每一场比赛 对自己的提升 他最近已经把自己制作 黑级机甲的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 帮别人混沌积累下来的功勋 都被他买了各种材料 有一些还是直接通过军团 向明都那边下的订单 再有些日子就会运送过来了 随着对机甲操控的深入 他现在对机甲的兴趣 也是越来越大了 越是了解 他才越是明白 为什么木野当初会将那么多的精力 都放在机甲制作之中 以至于耽误了豆凯的修炼 机甲对于魂师的提升非常直接 只是这普通的制式机甲 当唐武林完全能够控制之后 很多魂师无法完成的技巧 通过机甲都能够实现 而且机甲本身就是对魂师最好的保护 这一点和豆凯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豆凯增幅更加直接 也更强大 更灵活 但豆凯本身毕竟还需要魂师自身修为作为支持 而对于一些修为较低的魂师来说 他们根本就没办法提供支持豆凯的能量 所以也注定成为不了豆凯师 但机甲不同 强大的机甲本身 通过魂导电池能量储存 以及机甲内部核心法阵 让机甲本身就具备强大的战斗力 也就是说 哪怕魂师在自身魂力不存的情况下 控制着机甲依旧有很强的战斗力 所以 豆凯固然强大 但机甲也同样具备着豆凯所不存在的优势 这也让唐武林更加明白了 为什么牧野老师会建议自己还是需要机甲的原因 致使机甲都是如此了 那么 为自己量身定做的黑级机甲 更会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而事实上 就算是红级机甲 也不可能所有部位都用天段来完成 只有核心部件是天段就可以了 唐武林对自己的锻造还是很有信心的 他相信 未来自己一定能够进入天段那个层次 到了那时候 他要亲手为自己制造一台神级机甲 而现在 他也是打算用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强程度 为自己制造一台超级机甲出来 给未来自己恢复史莱克学院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 他也把这个想法通过混导通讯传给了自己的伙伴们 提醒他们要关注机甲方面的修炼 尤其是徐立志 徐立志是食物系魂师 如果能够更好地掌控机甲 会让他的战斗力有非常大的提升 大家都加入军队了 虽然现在联系的相对较少 但每过一段时间 还是会彼此交流在军队以及修炼中的心得体会 唐武林能够感觉到 快速成长的不只是自己 经过了史莱克学院发生那么多事以来 伙伴们也同样在快速地成长住 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努力 谋足了进向前冲 唐武林和伙伴们约定 都不要急于突破下一个大层次 魂力充分积累 等到他们见面的时候 各自融合十万年魂灵 来一次集体制的飞跃 那时候 他们才是真真正正的史莱克七怪 三 二 一 比赛开始 六十八号一甩手中长枪 一片枪影呈扇形在他身前挥洒开来 这是战斗开始之前的礼数 但同时也是向唐武林展现出 自身对枪法的掌控程度 是一种示威 打压唐武林的信心 唐武林的六十六号机甲 只是抬起手中长枪 向对方轻点三下 凤凰三点头 也算是致意了 双方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动机甲 朝着对方冲去 都没有使用推进器 前行的方式也都非常直接 唐武林眼中闪烁着淡淡的光芒 越是和强者对战 越能激发出他心中强盛的战斗欲望 他的枪法提升很快 但更多的都是依托于千夫所指这一事 对手也是用枪 他很希望能够从对手的枪法中 能够汲取一些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这要比战胜对手更加重要 双方机甲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 眼看就要重合之时 对手手中长枪猛然刺出 枪盲闪烁 他的枪盲是冰蓝色的 枪盲一闪 唐武林就明显感觉到自己机甲周围的温度瞬间下降 连机甲本身的移动速度都受到了影响 浓烈的血脉气息从他体内喷布而出 直接通过身体传遍机甲全身 他的致使机甲表面浮现出一层弹金色的光运 寒气顿时被阻挡在外 同时唐武林机甲手中长枪上挑 向对方的长枪挑了过去 So 68号长枪突然消失了 但就在唐武林机甲长枪挑过的沙纳 他的长枪却又如同毒龙土星一般闪电般出现 直奔唐武林机甲胸前刺去 沙纳间数十道枪盲同时闪现 枪盲所指全都是机甲的关节位置 让人看得目眩神迷 出枪的速度明显要在唐武林之上 这可不是自身对枪的控制 而是自身对于机甲操控的速度 毫无疑问 对手对这致使机甲的操控 已经达到了机甲所能承受的极限了 唐武林冷哼一声 他此时看上去已经是必无可避 但他那机甲的身形瞬间摇曳起来 鬼影迷宗布 一道道枪盲从他身边掠过 同时 他手中长枪极其野蛮的横扫而出 没有任何技巧和花哨 就是那么单纯的横扫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横扫千军 第1041章双枪战 唐武林相信 对手一定研究过他的战斗视频 那么 就一定了解过他的力量 是不可能选择和他硬拼的 对方的枪法太快了 以至于就算是唐武林使用鬼影迷宗布全力闪避 机甲毕竟是机甲 没有人体那么灵活 还是会被对方刺中几下的 可是 就算对方刺中他 他的长枪也足以抽击在对方的机甲上 孰轻孰众 就看对方的选择了 这叫功敌锁必就 经过这么多天的机甲战 唐武林的战斗经验也要比以前丰富多了 关键时刻 绝不手软 果然 68号机甲听着唐武林长枪掠过带起的恶风声 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 控制着自己的机甲后跃 但与此同时 手中长枪竖起 先是避开了唐武林长枪的抽击 同时枪尖朝着地面上刺去 冰蓝色光芒一闪而逝 唐武林机甲脚下 顿时变成了一片光滑的冰面 没错 就是冰面 这是对于机甲来说 很难发力的情况 而对方的机甲却已经借是飞了起来 从天空中挥洒出漫天枪芒 覆盖了唐武林几乎所有可以闪避的方向 地面上是冰 只是站在那里当然没什么 但如果要移动的话 就一定会受到影响 而天空中是枪芒 万千枪影从天而降 就是压迫住不让唐武林的机甲飞起来 不得不说 68号这一招是非常毒辣的 一旦成功 至少也能确立绝对的优势 唐武林眉头微皱控制住自己的机甲 做出了一个下蹲的动作 没有发力 却把机甲本身的受力面积减小了 同时 手中长枪向空中点出 没有更多枪芒的分散 只是纯粹的一枪 刺耳的撕裂声在空中爆起 一点白金色枪芒 旁服要穿透整个苍穹一般 从唐武林那长枪枪间处迸射而出 强大的枪翼混合着浓烈的气血波动 把这一枪的强势渲染得淋漓尽致 68号悚然一惊 当他看到唐武林机甲下蹲的时候 本以为他是要尽可能减少受力面积来规避打击 所以他的攻击也就释放得越发凌厉了 却没想到 对方在下蹲的同时 竟然还能刺出如此霸气的一枪 诱骗 毫无疑问 下蹲那个动作根本就是多余的 唐武林完全可以直接以攻对攻 但做出这个动作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诱骗68号 让他的攻击用了 再想要换招就变得艰难 看上去 从技巧方面 唐武林要落于下风 速度也要慢 反应也要差 可只是这一个简单的下蹲 就让68号明白 眼前这个对手的实战技巧 绝不在自己之下 心神收束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面冰蓝色的镜子 镜子上折射出唐武林那枪芒之中爆发的光影 当长枪刺中镜子的同时 唐武林只觉得枪间一划 是在必得的强势一枪 竟然被那冰镜引导的向一旁划开 而那68号机甲刺出的枪芒 也已经到了唐武林机甲身上 只是气势和威力都比先前要弱了许多 左手握拳 轰出 这是唐武林66号机甲做出的反应 看上去极为简单的一拳 但在这拳头轰出的同时 一股佩然不可抵挡的恐怖距离爆发 这是唐武林纯粹爆发出的自身气血之力 空气炸开 化为一个巨大的气团 硬是挡住了那下落的枪芒 虽然唐武林的机甲表面也随之蒙上了一层冰霜 但68号机甲也是不由自主地倒飞而出 向远处飘落 双方的碰撞 从一开始就变得极为激烈 唐武林66号机甲下蹲的身体重新弹起 飞出地面上那片冰面的范围 飘然落地 身上的冰霜已经被他浓重的气血之力化开了 平分秋色 在初次碰撞的过程中 谁也没能真正占到便宜 却都将自己擅长的能力发挥了出来 唐武林长枪缓缓提起 枪忙吞吐 对手也同样是如此 再次面对 心头谨慎的同时 两人的战役全都在疯狂飙升 围绕着两台机甲 隐隐都有能量波动在不断地升腾着 毫无疑问 他们在叙事 下一击必然是石破天惊 解说们都已经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 毫无疑问 这一场争夺小组第一的比赛 是最为精彩的 全网直播 66号和68号也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只是这开场的碰撞 就让观众们看到了他们的强大 这只是普通的知识机甲 只要是接触过机甲的人 都碰过同样的机甲 可同样的机甲 在不同的机甲师手中操控 发挥出的战斗力 竟然能够相差如此之多 这让许多天赋不足的机甲师们 看到了希望 致使机甲也能如此强大 唐武林深吸口气 回忆着对方的枪法 同时也感受着自己的枪意 渐渐地 他旁腐感觉到 自己已经不是在操控一台机甲 而就是他自己在战斗之中 身甲合一 是的 零五月曾经跟他说过这种状态 当时零五月的原话就是 想要成为一名王牌机甲师 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身甲合一 只有当机甲师感觉到机甲本身 就是他自己的时候 才能真正让机甲完美发挥出 他的每一分能力 才能让自身的能力 与机甲完全融合在一起 几乎是不约而同的 两台机甲同时动了 他们同时开启了推进器 拳头将自己的速度 提升到了最大程度 同样是长枪前指 同样是一往无前 68号的机甲 已经完全变成了冰蓝色 甚至在机甲表面上 还生出了无数冰锥 而唐武林的机甲 却已经变成了灿金色 两台明显已经不是 致视机甲层面的存在 几乎在刹那间 就到了彼此面前 带着强大的冲击力 他们都毫无花哨地 刺出了手中长枪 68号的机甲长枪 化为冰蓝色 无数冰锥 从后方蔓延而上 在轰然炸开 庞府有万千柄冰枪绽放 就像是一朵盛放的冰花 而唐武林刺出的长枪 一分二 二分三 三分无限 无数蓝银黄 同样化为长枪爆射而出 每一根都带着 浓重的气血之力 每一根都充斥着 他内心之中 强盛无比的枪翼 次处的所有蓝银黄 都在瞬间向中央回归 融入到那机甲长枪之中 千夫所指 在对手带来的 强大压力面前 唐武林又一次 用出了千夫所指 不是真正的技能 但却经过 他自身此时的感悟 将蓝银黄 与机甲长枪融为一体 每一根蓝银黄 和机甲长枪接触的沙纳 都会自然而然地 盘绕齐上 让那长枪变得更加厚重 更加凝实 而枪翼 枪芒本身 都会融入到长枪之中 再回馈自身 让唐武林这台知识机甲 变得更加光芒灿烂 此时的68号 如同盛放的寒冰花 而此时的唐武林 却像是一个 旋转住的巨大尖锥 毫无疑问 这都是 碧其攻欲一翼的攻击 都是自身实力 全部融入的攻击 狭路相逢 勇者胜 观众们都不禁屏住了呼吸 谁也没想到 这样的一场战斗 会如此之快的 就决定胜负 而唐武林和68号 之所以如此选择 最重要的 就是因为他们都明白 他们的对手 是如此强大 面对这样的对手 怎能不用自己的 巅峰战力来攻击呢 比拼的是实力 是气势 是对枪翼的理解 同时 也是抵御 碰撞了 冰花与金色盘旋的尖锥碰撞了 双方都出现了瞬间的停顿 就是这一顿 让观众和解说们的心跳 都露了一拍似的 下一瞬 一道金芒突然从冰花后方亮起 紧接住 停顿中的金色尖锥 明显向前一冲 而那朵巨大的冰花 瞬间炸成冰粉 四散飞扬 这一幕是如此的绚丽 这一幕是如此的震撼 66号 胜利 珊瑚海啸的欢呼声 在足足三秒之后 才响彻整个场地 不知道多少人 在昏倒屏幕前尽情的呼喊 第1042章枪网 这种充满阳刚味道的碰撞 几乎感染了每一个人 哪怕是输掉比赛的68号 也让所有人为之赞叹 最终屹立在比赛场地中央的 就只有那台通体释放着 金色光芒的机甲 尽管他的身上 看起来已经有无数破损和裂痕 尽管看起来 他是那么的惨烈 但最终 他的气息依旧存在 他的威势依旧不退 他依旧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 他依旧是最震撼人心的 强者 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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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谁率先欢呼出声 就连解说们 也忍不住叫出了这个称呼 在这一届的机甲大赛之中 使用长枪作为武器的机甲师 不在少数 但最终能够进入决赛阶段的 却少之又少 其中作为代表性的两个人 毫无疑问就是66号和68号 这两台机甲 而今日这一战 虽然只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 但却毫无疑问地 决出了以枪作为机甲武器的排序 毫无疑问 66号的枪法 才是最为强大的 此时 在星斗舱内的唐武林 却闭合着双眸 在他脑海中 全都是刚刚刺出那一枪的鱼 抓住了 自己似乎真的抓住了 在刺出那一枪的时候 他分明感觉到 在自己脑海之中 自己的身影 似乎在和老唐掩饰 千夫所指时的身影 彼此重合 直到这一刻 他才能完全肯定 自己的千夫所指 终于小成了 淡淡的微笑 浮现在唐武林的面庞上 多日以来的修炼 总算没有白费 只是这一式枪法 他已经修炼料如此之久 但最终 收获总会让人喜悦 小组第一 出现 魂师战 机甲战 双双进入最终16强 并且都是夺冠的热门之一 机甲这边 虽然不像魂师战那边呼声那么响 但这是因为 唐武林在机甲战的过程中 根本没有将更多的魂迹 融入其中 更多磨练的是自己对机甲的操控 冠军 自己只能是最终的冠军 我同意了低沉的声音 似乎传遍整个黑暗世界 在高高的王座上 端坐着一个巨大的身影 他通体漆黑 看起来宛如一尊巨大的人形雕像 但在他开口说话的时候 周围整个空间都在剧烈地扭曲住 天空中 同样巨大的灰色身影向他点了点头 很好 那我们就去做准备了 这一次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 必须要将一切的威胁毁灭 你的孩子不会白死 一旦我们侵占了那个世界 那么所有的消耗都会得到补充 不要说这么多 废话 那个世界本来就早该被我们所吞噬 既然人类自己愿意帮我们打通通道 那么 那个世界已经唾手可得 那么 我们就和他们缔结契约了 可以 他们的目的 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冲突 他们要做的 是杀死所有生物 我们要做的 是吞噬那个世界中的所有能量 他们要的 更多只是怨气和毁灭时的破坏之力 而我们要的 则是一切能量 分给他们又如何 那些人类还真是疯狂 竟然想要以毁灭为核心 以怨恨为基础 重塑他们那个层次的神界 而我们 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能量 就足以让未面进化 倒是何则两立的状况 你来准备吧 契约我们九个一起跟他们签署就是 量他们也不敢反悔 那就 这么定了 先把这些年来 一直堵着我们的那些可恶人类 彻底毁灭再说 通道连接这么久了 该是当机立断的时候了 在保守的寻找机会 还不知道要耽误多长时间 虽然我们可能会有损失 但必其功于一亿 一旦成功 带给我们的好处 将会超过以前我们吞噬的 所有小世界的总和 沉浸在冥想的世界中 唐武林默默地感受着 周围世界的一切元素分子 写一告诉过他 从开始有了对元素的存在感应 到最终进入灵狱境 同样需要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能够感应到元素的存在 只能是意味住 他有着进入灵狱境的可能 真正能够感应清晰 并且能够通过精神力 直接操控外界元素 才是灵狱境完成的标志 毫无疑问 以唐武林现在的修为 距离这个目标还非常遥远 所以 才要不断地去感应 在感应元素的过程中 也是对自身精神力的良好修炼 同时 也能更了解世界的本元特质 虽然现在唐武林 还只是魂帝级别的修为 但薛一已经教了他许多 和封号斗罗有关的知识 到了封号斗罗那个层次 每提升一级 都是极其艰难的 其中了解世界本元 让自己与本元尽可能地靠近 就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这期间没有什么技巧可言 更多的是自身去体悟 每个人体悟到的本元世界 都是不一样的 谁最接近真实 无疑 谁就能够距离巅峰最近 没有人能告诉别人世界的本元是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心态 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 和他最接近的本元也就不同 这其中玄之又玄 所以 更多的应该是体悟 唐武林毫无疑问的天赋异禀 以六环魂帝修为 竟然能够击败血酒 这固然是因为血酒友谊相让 再加上大义轻敌 但那也是封号斗罗啊 唐武林能够战胜他 注射是震惊了整个血神鹰 所以写一希望 他能够从现在开始 就做一些封号斗罗才会去做的事情 趁着正处于最好年华 给自己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为未来提升到人类巅峰做好准备 科技进步带给魂师的冲击是巨大的 导致魂师地位的降低 但是毫无疑问 顶级魂师依旧是这个世界 站在最顶端的那一部分人 当初史莱克学院遭逢大难 如果擎天斗罗不顾一切地想要逃离 那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的 他是为了保护唐武林他们 给史莱克学院留下最后的种子 这才最终选择了牺牲 并且重创圣灵教 可想而知 因为四字斗砍师 极限斗罗的战斗力有多么恐怖 一旦到了那的层次 对于整个联邦都会有战略性的意义 也是史莱克学院这么多年 屹立不倒的真正原因 唐武林想要重建史莱克学院 势力必不可少 但绝对的实力也同样如此 在冥想中感悟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唐武林逐渐进入到了空冥状态之中 最近各方面能力提升得太快 所以他也给自己冥想的时间更长 实力增长之后 是需要更多体悟的 只有足够的体悟 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控自身 马上就要星斗战网 全联邦挑战赛最终决赛阶段了 比赛数量不多了 但要面对的 无不都是联邦年轻一代之中的最强者 或者说是三字斗砍师之下的最强者 后面的比赛 每一场都会极为艰难 单是军团这边 他知道的 就还有两位也闯入到了最后的决赛阶段 没有马山 这边是决赛阶段的最强者